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给父母带来很多麻烦 使得家庭不和乐 最后这个孩子竟然离家出走了 三四年来都没有英俊 连一通电话也没有 像断了线的风筝一样 不知去向 三四年来父母既挂念又痛苦 有一天这位父亲就去找一位心理医师 这位父亲对着医师诉说着儿子从小到大的种种不好 这位心理医师听完了并没有直接回答 反而问说 你这样诅咒儿子已经多久了 这位父亲一听不禁惊讶 也很疑惑 心想 我只是诉说我儿子的一些缺点 你怎么说我是在诅咒儿子呢 儿子是我的亲生骨肉 希望他幸福美好都来不及 怎么说是在诅咒他呢 其实这位医师的话是有含义的 只是这位父亲当下体会不到 这位医师就解释了 所谓诅咒的意思就是说别人的不是 说别人的坏话 一开始你就滔滔不绝 诉说自己的儿子这里不好 那里不对 这样其实就是在诅咒自己的儿子 这个父亲一听就非常震惊 想到如果这样是诅咒的话 那儿子从出生到现在 岂不是常被我诅咒了 他就老实地跟心理医生说 是的 从他一出生到现在 我从来就没有说过一句赞美的话 可说我是诅咒他一辈子了 医师就说 这样诅咒的结果是怎么样呢 跟家儿子的优点 不讲他的缺点 这样的效果真的很快 几乎是离竿见影 大约过了十天左右 这位父亲在房间看出 电话响了 他拿起了电话 电话的那头竟然是已经离开家 三四年毫无音讯的儿子 儿子说 爸爸 我真的不确定 为什么会打电话给你 我只是想告诉你 过去一个星期以来 我就突然想到你跟妈妈 还有我们的家人 所以我就巴不得打电话问你 问问你们好不好 当下这位父亲心中 是很高兴和安慰的 父亲也很高兴地跟儿子说 我真的也很高兴你打电话来 父子两个人就在电话中 聊了几分钟 之后这位父亲就抓住机会说 我不晓得你答应不答应 这个星期六 要不要一起吃个午餐 儿子也很高兴答应了 周末午餐时间 这一对父子见面了 这个儿子穿着很破旧的衣服 留着一头又乱又长的头发 如果以过去来讲 这个父亲肯定会 严厉地斥责儿子 但此时父亲是来以 接纳的态度迎接这个孩子的 而且在心里祝福他 他问了儿子一些问题之后 就听儿子回答 儿子说到一些对的地方 他也给予肯定赞美 午餐约会很快结束了 儿子就望着父亲说 爸爸我不知道发生什么事 不过我很享受 跟你在一起的这段期间 父亲也说 儿子我也很享受跟你在一起 儿子就进一步说 爸爸今天晚上我想在家里过夜 好吗 就今天晚上而已 我想看看妈妈和家人 还有我那张舅舅的床铺 父亲说 当然可以 这是你的家 本来你就是要回来呀 而且我们是一家人 多高兴我们在一起呢 那一整天 这个父亲心里惊讶 当他停止了诅咒 他的儿子 情况就有了极大改变 不只是180度 可以说是360度的大改变 那天晚上 这个儿子躺在自己床上的时候 爸爸到了他的房间 坐下来跟儿子说 孩子 过去多年来 我对你不好 你愿意原谅爸爸吗 儿子就说 爸爸 我当然愿意原谅你呀 然后就抱着爸爸 他们的关系 从此就开始和好了 这和好的关系 真正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呢 是从这对父母开始为儿子祝福的时候开始的 二 一念三千法界 当我们祝福他人 而不再诅咒他人时 上天也会看中我们的祝福 从因果律的规则来讲 这也会祝福到我们 这是自然的因果律 我们起一个念头 讲一句话 散发出去 最后还是会再回到我们身上 宇宙是一体的 我们的起心动念 言语行为 最后所收的果实不是别人 是我们自己 我们种的目的是什么 最后所收成的就是什么 如果撒下诅咒的种子 所收成的就是诅咒的结果 如果撒下幸福的种子 所收成的就是祝福的果实 所以不要看清我们每一个微小的念头 当我们祝福某一个人 或者是为某个人祈祷的时候 常常会有一些疑问 心中想 这会不会只是一个念头而已 这样有用吗 用 当我们不喜欢某一个人 但又不好当面说 可是在心中对他诅咒 对他不满 甚至对他愤恨 虽然对方或许不知道 我们也会自我安慰的说 这只不过是想想而已 没有什么大不了的 对方也不晓得 这是真的吗 不是的 每一个人平常的念头 都是一个宇宙的能量体 这能量体有不同的形状跟颜色 还有不同的振动力 颜色的明暗程度 直接受到我们念头的影响 而且念头越是强烈 感情越是充沛 这个能量也就越强 我们的念头针对谁 我们的念头的能量体 就会飞降水 就会挂靠在那个人的心中 就会跟他同体共振 要么很快与他 内在相似的质量共鸣 要么等待机缘成熟时再触发 这就是一般所讲的 同声相应 同气相求 我们的念头挂在他的身上 就是跟他共振 好的念头就会产生好的共鸣 坏念头就会跟他起冲突 有一天见面就会彼此对立 会彼此不喜欢 没有好感 一念三千法界 微微的一个念头 没有声音 没有形状 但已变满整个宇宙 在宇宙当中形成了一个能量体 有形体 而且有颜色 三 佛入众生心想 所谓爱在那里 人就会在那里 因为心会在那里 我们凡夫因为有肉体 心跟肉体是分开的 因此即使心到那里 可是肉体并没有到那里 但如果离开这个肉体 所谓一生身的话 那我们心在那里 身体也就跟着在那里 是超越时间空间的 佛菩萨已经获证了三身 能量变满虚空 不像我们凡夫是轮回的夜报身 佛的心在那里 他的身 他的能量 也就是他的神通 愿力功能就在那里 阿弥陀佛是 无量光 无量兽 所以他的心无事不在 无处不在 观经说 诸佛如来是法皆深 入一切众生心想中 佛想我们 所以到我们这里来 我们如果敞开心胸 想佛念佛 佛就进入我们心中 跟我们成为一体 我们送出去的是什么 影响的不仅仅是别人 重要的是我们自己 就如孟子说 爱人者仍恒爱之 敬人者仍恒敬之 不管对方知道或不知道 我们心中爱念他 敬重他 有一天见面 他就知道 我们特别对他有好感 感觉投缘 感觉亲切 四 凡是正面思维 阿弥陀佛的无量光 照射法界 任何空间 无所障碍 可是我们却看不到 我们人也有深光 虽然我们看不到 但鬼神却看得到 而且人的光 是随着心地的善恶 而有所不同 心地善良的人 就会发出清零的祥光 鬼神看到 就尊敬富有 所以心地善良的人 就能够逢修化吉 心地恶毒的人 所发出的就是 灰暗的霉光 鬼神一看就厌恶愤怒 所以俗话说 坏事做多 心存善念 善虽畏为 吉神以随之 心存恶念 恶虽畏为 凶神以随之 又说人为善 伏虽畏之 获以远离 人为恶 获虽畏之 伏以远离 起个好的念头 吉神看到了 就来赞他护有 起个不好的念头 凶神看到了 就厌恶降祸给他 这是说明 起心动念的重要性 与实在性 所以我们凡事 要存着正面的心 常常思维佛的慈悲 思维宗风的内容 逐渐地理解 熏习培养 自然就能够增长爱心 总之心存慈悲 就像宗峰所讲的 学佛大悲心 弥陀如何为我 我便如何为人 然后就能够 和言爱语 下心含笑 慈念众生 加厚于人 就能够对他人 恩慈体贴 对自己谦卑柔和 就能够凡事让美归功 乃至分愿共过 当然这些都不是 一蹴可及的 需要逐渐 逐渐去思维 熏习实践 然后由近而远地 来扩展它 亲人的分享就到这了 希望你能给小叔点个赞 或者留言给出你的建议 别忘了把小叔分享 给你的朋友 让我们一起成为 更好的自己 还没有订阅小叔的朋友 一定要记得订阅哦 我们下期不见不散